欢迎收看PeopleWebcast 元宵节刚过 虽然今年台湾笼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之下 但是全台湾在做好防疫安全的前提下 不少县市仍然规划了灯会的相关活动 只是有的缩小了举办的规模 有的则取消了需要拿下口罩吃吃喝喝的部分 但是他们各县市规划的灯节仍然是各具巧思 接下来就透过公民记者的镜头 带大家一起赏灯去 大人减水为台湾古早的写定日 因编禁倒风陋爱的关系 造成天然的来海 以地形丸翘 小青围外港亚外町 四百人历史的减水 有豐富的历史建築 如八角楼 王爺的门顶 边多有荷兰西基 替加德做行的边设 1624年 荷兰人来到台湾的时候 每碰到地震 然后台湾的屋子都倒了 荷兰人跟我们台湾人讲 他们盖屋子的话 这个木头一定要跟红砖固定好 所以他用一个铁的东西就定在那个地方 他们叫毛 我们台湾就把它慢慢的把它变成一个铁剪刀 2万油与我们家的东西 感受这些固定的历史方法 随时代的引擎 港口功能的送食 现金的减水修许 完全保存着股油的氛围 特别每年党会搭车 结合水费以降的结束创车 让外町供不一样的面貌 印表处结束的最划丁折 政府在十多年前就是说 把这个液晶港变成一个有生态的 它可以举办登会的 所以这个港口越来越漂亮 因應有很多影响 今年党会以列物以现在为主题 特别团圆的艺术作品 给UK让共享在地特色党会 今年的像是周边有一些装置 但是好像比较零散一点 然后逛起来的感觉 比较是要细细去找一些宝藏的感觉 可是像是有一些路线导览 可以再稍微清楚一点点 广青空日理年的队丁抗丁折 基板季2月28日 有幸福的品种都可以来这 幸福感觉去年后 求揽花冈仔 老是一堆 心 artist 花冬 2022竹北灯会 已经开始开幕了 在我们竹北高铁新竹站的前面 我们的神幸公园 那今年的主灯是我们的动物派对 那我们的老虎 那在今年在这里祝福大家 在五年大家都能够祝福真风 现场忽然看到 年轻的爸爸妈妈带着他们的小孩子们 出来赏灯很有次序的排队 等领可爱的老虎造型花灯 小朋友还会向市长爷爷说 谢谢新年快乐 今年也多了一整排 来自台湾各地的美食 不但本地人喜欢 连外国朋友也新家代券来会顾 台湾有名的水果 都被研发制成原味口味的水果酒 这是台湾美酒第一品牌 参加Montation 国际性Montation比赛 得到世界金牌奖 连博宝奇的游泳老师 都在现场表演 小朋友喜欢的机器人 和另很会打鼓的小朋友 也在现场表演 竹北登节丰富多元 大家元宵节快乐 今年也是我们的风雨 风雨 给你高兴 给你太子 给你健康 给你庄介 幸福和平安 阿龙 知名方式 你常以来不见 对 也情的 喜患 认识 每天哥哥都很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下次见